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界關注到5月17日、18日 《人民日報》頭版連續兩天沒有出現習近平的報導 但卻有關於李克強和汪洋的報導 並且在5月18日的《解放軍報》頭版也沒有集的報導 引人關注的是胡錫進專門將《人民日報》 在5月17日的頭版整版截圖發了一條微博並配文說 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跟上這個信號 拋棄華爾語旁旺 雖然胡錫進用紅框框起來的是頭條文章 今年以來 座企《書困》舉措密集出台 為廣大市場主題真信心 穩預期 不少人認為胡錫進不是在談經濟 而是在暗示高層權力佈局有變 催促官員跟風站隊 外界甚至出現 胡錫進這個是明示集下台的討論 時評人士鍾原表示 胡錫進很可能是不甘心就此退休 被人遺忘 還想壓補新的當權者 不知道是不是認為自己能夠被重新啟用 不過壓補的風險也都相當大 一旦搞錯了 或者被一些人當槍洗 胡錫進的生命可能就危險了 據《希望之聲》報導 對於目前黨部頭版出現的情況 外界有幾種猜測 一是讓人聯想到汪洋二十大接任總理的政治傳言 不過 可能的總理人選包括 汪洋、胡春華和李強 這三人中 恰恰是汪洋被認為與習近平關係最疏遠 因為汪洋突然成為焦點 這個背後可能反映習近平與反習勢力的消掌 另一種猜測是 中國經濟貧臨大蕭條 威脅到中共政權 因此習近平、李克強和汪洋輪流出來唱紅白臉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穩住科技巨頭 希望市場經濟自救 還有一種猜測是 習近平在校訪毛澤東當年與劉少奇權鬥時採取的策略 以退為進 然而當年毛澤東 是通過發動文革得以捲土重離 卻讓中國貧臨崩潰 現在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 還能否應得起折騰值得質疑 近日 李強在雲南昆明、曲政等地進行了考察 中共官媒新華網 緊報道了李克強主持召開 找增長、找市場主體補就業座談會的消息 其他活動未見報道 不過李克強18日考察雲南大學 2022年招聘會的視頻在社交媒體撒評 外界注意到 李在視察活動中全程不戴口罩引發熱議 視頻人秦鵬發推文表示 現在李克強到哪裡都不戴口罩 明顯看不上這個大流感的危害 另外共存派色彩鮮明 今年大學畢業一千多萬 絕對清零的政策下 就業會出問題的 作為主官員 李克強當然不滿 但是體制內表面上還是要裝團結一致 QK的是 總理在雲大和總理親臨雲南大學等話題 很快就遭到微博屏蔽 微信公眾號中 關於你訪問雲大的文章也都被刪除 另外過幾天 中共官媒有關李克強的消息突然增加 頗為罕見 因此外界盛傳 在中共元老司押下 雜連任遇了 李克強將接掌大權 分析指出 這個結論並不一定成立 5月18日 港媒《明報》發布喘名評論文章表示 中共高官臨退前曝光率都會增加 你的前任溫家寶任內多次在官媒發表文章 相較而言 李克強的活躍度與溫家寶相比 是小毛見大毛 時評人唐浩分析認為 海內外輿論突然吹捧李克強 應該是有人想要借刀殺人 想通過挑動習近平和團派公開衝突 然後自己助收魚翁之利 時評人袁鴻斌教授認為 當前民怨沸騰、官怨沸騰 人們應該思考如何發動全民抗爭 來摧毀中共的暴政 而不是對過氣的政客抱幻想 袁鴻斌表示 李克強對總理人選沒有發言權 如果去服從習近平的政治安排 有可能會保持一個名譽性地位 比如政協主席 如果不配合就將退出政壇 習近平堅持動態清零政策重創了中國經濟 日前 劉鶴在一次專題會上稱 支持平台經濟發展 支持數位企業在國內外上市 有分析認為 劉鶴出面喊話有安撫市場的用意 然而 習近平日前仍然強調 要防範資本無續擴張 加強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的監管執法 中共的政策風向似有矛盾 中共政協5月17日召開 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協商會 副總理劉鶴在會議上稱 支持平台經濟、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路透社稍早前報導 包括360周鴻偉 和8度李彥雲在內的科技企業創始人等 大約有100人出席會議 有網友披露 周鴻偉與李彥雲出現在新聞聯播上 但是未見私企大佬馬雲、馬化騰 張一鳴、黃興、劉強東的身影 自去年以來 北京當局在反壟斷、數據安全 以及共同富裕等說辭下 加強了對網絡、網際 和其他科技公司的整頓 螞蟻集團、滴滴出行和騰訊等科技巨頭 都曾經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而且也因此遭受重大損失 劉鶴說消息發出之後 中概股拉升、阿里巴巴、平多多、京東、滴滴等 帳幅均超過7% 恆新科指也漲了5% 不過一些網友對股市的這波漲勢並不樂觀 經過一年半的整頓 平台企業還有多少活力為經濟造出貢獻 由於習近平當局採用嚴厲的精靈防疫政策 造成消費不振、供應鏈中斷、經濟嚴重下滑 為了扭轉經濟頹勢 中共政府最近出台一系列穩經濟的措施 其中包括調整網絡網際企業的監管打壓 評論員黃篤然表示 在外界看來 習近平強調監管、流渴喊放鬆 兩者之間存在矛盾 其實中共的存在就是一個不可解的矛盾體 這就像近期推出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樣 統一和市場本身是矛盾的 但是被中共寫到一齊了 時事評論員橫河認為 這只能夠說中國經濟真是問題很大了 要不然中共不會在這種所謂原則問題上讓步的 長期以來習近平經常霸評 而李克強被黨媒大幅弱化淡化 但是過去幾天 有關李克強的新聞突然大增 李克強的講話還被掛上牆、被學習 此時正是習近平拼二十大第三次連任 由此引發選擇 有分析認為習近平能否連任 以及李克強扮演何種角色還是變數 微信朋友圈5月17日熱傳網友齊天大勝發出的一段視頻 這段7秒鐘的視頻顯示 在政府變文服務大廳內 很多人在辦理業務 場上掛著寫有把文之所望 遭改革所向的紅字 全名是李克強 而在大廳另一側的牆壁上 掛著寫有 深入推進放管復改革 著力優化營商環境的標語 共17字 這個標語雖然沒有儲名 但是這是李克強去年的講話內容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甘肅省 慶陽市 寧願官方微博帳號 5月17日發消息說 原政府召開的常務會議 集中學習了李克強總理 在農業農村部 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時的講話內容 同日多個跟中共官方有關的微博帳號 均轉在左有關李克強的官方報導 政治學者黃永對自由亞洲說 網友對近期李克強的名字頻繁出現感到興奮 亦給予希望 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是一種期望 主要是對現在的狀況相當不滿意 不過他認為 將希望寄託在李克強身上機會不大 中國的政治體制如果沒有權力的改革 但依靠某個人上台下台不能解決問題 時事評論員中原站民認為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敏感時刻 黨媒釋放如此突突的信號似乎表明 李克強在中共內部掌握了比以往更大的發言權 中原分析 習近平還能不能練音 李克強可能會扮演哪種角色開始變得托索迷利 距離二十大應該還有五個月 距離北戴河會議還有兩個多月 中共內外交困的日子顯然越來越不好過 更多的變局或在這裡醞釀 5月17日馬斯克心急火鳥開除了幾位高管後 一段推特內部的秘密錄音被曝光讓人震驚 據說馬斯克對此感到震怒 據說這段對話是真相計劃編測部的臥底 與推特工程師對話時透露下來的 這名高級工程師承認 推特有強烈的極左進步主義偏見 他坦誠推特公司從來不相信言論自由 甚至在他本人加入推特時 團隊就開始讓他轉向左傾思維 Twitter的總部辦公室政治是如此左傾 他們塑造了其自身的觀點並改變了每一個人 就好像我一開始到Chita上班就變得左傾了一樣 我認為這個就好像染乾一樣 你在那裡上班就漸漸變成了一位共產主義積極分子 他說事實上所有的右翼言論都會受到公開審查 他透露他們每天都在審查和刪除保守派各個分支的言論 而推特的員工們往往熟讀資本論幾乎都是極端康偉 對於馬斯克的440億美元收購行為 他們表示敵視、仇恨和珍惡 之前推特經營著一種極左易進步文化 員工可以在這裡隨意休假不用擔心所謂利潤 現在推特的全體工作人員在擔心 馬斯克接手推特之後 他們可能將會面臨解固或被強行阻止刪貼行為 後代員工公開試圖阻止馬斯克的收購 尤其擔心馬斯克承諾讓川普那樣的人解封 事實上如果解封了川普 還有數百萬帳號會被解封 推特的員工在群裡用粗口罵馬斯克 在收購發生後的第二天Twitter內部會議上 一位最富裕的管理者 甚至向全員宣布馬斯克的道德操守有問題 隨後他向員工宣讀了討罵合文 雖然馬斯克沒有進行公開回應 但在他開除了幾位推特高管之後 整個員工群的集體對抗情緒激增 以真相計劃編輯部公佈的內部工程師群的錄音內容 可能會讓這位出資440億美元的買家 決定開除更多的人 我們會請您的回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